你说我们这样假分手 这样做对吗 我就是想测试一下 你对我哥的感情 谁知道 你是不是贪图我家的钱呢 总之 我是不会允许你进我们家的 你一天不离开我哥 我就一天不会放弃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atinu 怎么来了 有些事情我想单独和你说 那好吧 你们先聊 怎么了 哲宁 我想了一个晚上 我想 我们分开吧 说什么 我说我们分开 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很难受 我不想这样 你知道我的 我就是想简简单地谈一场恋爱啊 我真的没有想过 会卷入这么复杂的家庭关系里面 这就是现在 以后呢 我们两个只会越来越累 分开就是早晚的事 长痛不如短痛吧 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自私吗 在感情里面 我一直都是个很自私的人 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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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就这样吧 你就不知道 你离开这个房间意味着什么 我非常清楚啊 你不能是这样的人 一点点 你不是这样的 你们能不能够 我必须 你不想得 Mhm 我 你说我们这样假分手 这样做对吗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陈寧 其实我这么做 最主要的是因为你 至少宁萌在怀孕这段时间 情绪能稳定很多 你会轻松很多 我真的不希望你 加在我和宁萌之间去为难 你知道的 对于亲人 很多时候是不跟是非对错的 如果宁萌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你肯定也会有什么自责 你肯定会有什么 对吧 宁萌开始给你安排相亲了 小 我妈现在又开始给我安排 各种相亲网站让我看了 我想见你 不是这种隔着手机屏幕 那怎么办呀 你把眼睛闭上 干吗 你闭上 好吧 你现在开始幻想 自己走在一片草地上 周围的风很轻 然后不知道到哪儿 飘来了一阵阵的花香 哇 特别的香 这时候 有一个女孩 从背后抱住了你 你别回头 你这时候别回头 你知道你应该是我 这个女孩呢 紧紧地在背后抱住你 然后你们两个 都能感觉到彼此的心跳 然后不要看你 这时候你们在草地上嬉笑打闹 看着天很蓝 云很淡 这个时候女孩握住你的手 仿佛整个世界 就只有你们两个人 这时候啊 你耳边 不知道哪儿飘来一阵音乐声 为什么突然想起肖邦的夜局 不满意吗 我挑的 我随便就找了一个古典音乐 然后呢 然后 这么长的故事还不够完 今天的故事就到此为止 那你说说你还想怎么样 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那我听听 你想怎么样 你现在想的是什么 我想的就是什么 我想 我什么都没有想 你想多啊 好吧 那可能是我想多了 快晒晒累了 该睡了吧 好吧 那你也早点睡 晚安 早点睡 来 哥 准听哥 怪不得不愿意陪我们逛长盛 原来是要自己偷偷听运会啊 你 你们俩 我看你拿了门票 所以啊 我跟曼慧就也买了门票 这样你就没办法逃离我们两个了吧 音乐会快开始了 你在看什么呢 走吧 你怎么出来了 跟我来 音乐会 马上开始 去哪儿啊 在这儿啊 这里啊 虽然视听感觉肯定是一般的 但是好在没人干扰我们 开始 你还没有看过我跳舞吗 想想看 我看今天你也累了 下次吧 你拒绝我 如果你自己也要跳的话 我给你装一圈圈吧 那儿没当不错 你给你做什么 我给你做什么 你呢 我给你做什么 你不懂 你吧 我看你 我今天